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浙江在主场对阵上海深花的比赛直播 T5来上 想要手球 黄毅十一比赛继续 漂亮的翻墙 再给一个过点球 直接打半 交界了 11分钟 余汉超连场破门 这个连续三场破门了余汉超 再来看 一脚传递过防线 直接打穿余汉超高难度的转身凌空直接打 这个球打太好 余汉超又是一个抽射 不复苏的 外围强行打一脚 来个落叶球 但小美往下落一点再打就是好球了 这个需要理解 看股边 左脚都进来 投球 打到门前 增诚 第一时间拿球往前冲 相找反击点 无球穿插跑动非常勤勉 他能够去扯开深花的一些空档 没错啊 还是一个高调 马修斯杀进来枪去打 马修斯打高了 面对金阳阳 这个球金阳阳怎么一接触身体跑后边去了 我们看金阳阳开始的位置还不错 他想去以下这个马修斯以为能以到 结果没以到 对 失位 有沉浸两个人站在球边 马修斯离开了 对 金阳阳这个人强经常也会放的 看看 股线球拉起来 高宾这个球打得有点离谱了 对 再起 看落点 投球 顶得比较正 高球还是有危险啊 是 沉浸好球 过得非常灵巧 这是一个黄牌动作 嗯 这应该是黄牌 双方圈有一些冲突 哎 这一下 看看裁判怎么处理 来看 来看 这是第一把 第二下 那他其实是 我觉得约欣是有备而来 所以这个时候作为猪宝姐来讲 应该把情绪压住 再起 又是找穆蟹奎 二点 投球 封点 这差一点 这两个安德利亚舍围起 穆蟹奎进去里面很着急啊 一直在举手 示意给高点 再起 门将出来 大亏啊 倒地了外围再补 还有 好多手 倒三角接着船 埃沃罗让出来 推射 全是腿啊 人 再打 上海神花不断的 球员飞出去去封堵 想要手球 视频助理裁判李海鑫 可能要介入 给吧 他的手到底是否处在一个 身体的行为的合理的位置上 这是裁判员判罚的依据啊 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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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87分钟 黄毅判罚了点球 这回 猪跑大门 球进了 1比1 手向队最后时刻 扳平比分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再来看 大心脏啊 打上脚 这一下打上脚 真的是打上脚 很硬 到了进入布什 要起高球了 交虎顶 摆一下 然后进来打门 远端 好球 增长这个球 走的是真漂亮 外面还有 高低再打 这球打的也很凶 但前面 增成 这一下下地的封堵 有没有变化 左脚弧线拉进来 还是生花投球 外围 自己没挺好 勾进去 再解围 生花队可能还有反击 但是 全场比赛 就此结束 第四第五名 浙江和少年生花 1比1 握手言和 双方贡献了近期 非常少见的一场 快节奏 比赛很火爆的一场球